第七題 關於利弊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我們知道利弊的定義就是 支點到利線的垂直距離 所以選項A是對的 因為是要到利的作用線 所以利的作用的位置如果不同 他的作用線他的距離就會不同 所以B的選項也是對的 因為是要垂直所以跟方向有關係 那麼如果是垂直的話利弊會最大 平行的話那變成利弊就會變成0 所以呢C選項也是對的 那麼如果我的私利方向 就利線通過槓桿支點 這他的垂直距離就變成0 這時候利弊是0 不是最大而是最小 所以租選項是錯的 所以第七題問我們說 關於利弊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我們答案選的是租 當私利方向通過槓桿的支點時 利弊最大